眼前这个看似极其恐怖的黑暗巨人名为黑暗路西法 他不仅是原定奈克瑟斯中的最后大Buff 而且在后来的奥特传奇中 远古还打算让其作为最终反派登场 并将奥特之王杀死 而在奈克瑟斯最早的设定里 黑暗路西法原本应该是纪福士德 黑暗梅菲斯特和黑暗扎基之后 出现的第四位实力可怕的黑暗堕天使 同时也是奈克瑟斯中的最大幕后黑手 他不仅可以操控一身手 还可以操控像黑暗福士德和梅菲斯特等黑暗巨人 是一位实力极其可怕的恶魔 而在原定的剧情里 黑暗路西法将会在诺亚打败黑暗扎基的三年后出现 并与诺亚展开一场恶战 但是由于当年奈克瑟斯播出后收视率一跌再跌 远古不得不更改原定的奥特恩计划 不仅伤感了剧情 甚至还直接将原定作为最终Buff的黑暗路西法给删除了 不过在此之前 黑暗路西法的设计工作就已经开始推进了 而黑暗路西法的设计师有两位 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玩山号 还有一位就是后来设计过赛文X有则安氏 而他们两人设计出的黑暗路西法 完全是不同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看玩山号是如何设计黑暗路西的 当时玩山号在接到设计任务以后 本来是打算将之前的梅菲斯特出稿币 直接改成黑暗路西法拉倒 但后来玩山号觉得这样混工资有点不好 于是决定重新设计 不过梅菲斯特出稿币玩山号也没浪费 后来玩山号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西卡利猎手骑士剑 所以有人说西卡利猎手骑士剑 是玩山号参考黑暗路西法设计的完全就是本末倒置 接着玩山号设计出了 名为黑暗路西法马斯克的A稿和B稿 其中A稿左边的面部造型 玩山号是参考了日本的波人面具所设计 右边则是将能量核心带在了脸上 B稿左边是参考了黑暗梅菲斯特 右边则参考了黑暗福士德 不过虽然这四稿头部设计 最终都没有用到黑暗路西法的身上 但是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了 后来玩山号设计的达拉姆和希特拉姆 就是借鉴的这一稿 所以从某些角度来讲 达拉姆和希特拉姆是根据黑暗路西法设计出来的 随后小钟千招导演找到玩山号并告诉他 黑暗路西法可能要先以剪影的形式登场 于是浩哥就先设计出了三把黑暗路西法的剪影 其中路西法剪影C稿 被设计上了三个头 但这其实并不是玩山号的主意 而是导演要求的 因为路西法的构想来自意大利诗人弹钉创作的神曲 而神曲里描绘的恶魔路西法 有着黑色的身躯和三张脸 不过对于三张脸这样的设计 玩山号本人自己却并不喜欢 所以之后就没有再推荐了 B搞路西法剪影 身体看上去和黑暗扎机很像 但是在后背加了一对硕大的翅膀 而也搞路西法剪影 则是玩山号本人最喜欢的一宝 大家能猜出来这一搞路西法后背上是什么吗 据玩山号自己说 他很喜欢诺亚之意的设计 所以在黑暗路西法剪影上 他就加上了上下两对翅膀 所以这个或许可以将其称为 黑暗路西法之意 而这一搞胸口看似济视器一样的东西 本人怀疑 后来是不是被后头拿去设计永恒特利甲 接着玩山号又设计出了黑暗路西法的头部造型 从设计稿来看 玩山号给路西法设计出了一对像山羊角的头角 且头角内还有放射状的装饰 除此以外 额头处还有一个硕大的水晶灯 看起来就跟三只眼一样 同时玩山号还给路西法设计出了 他一直都想设计的马尾造型 接着玩山号又在自己喜欢的剪影的一搞基础上 设计出了路西法的一搞 大家注意啊 这时候玩山号已经将名字从之前的路西法马斯克 改成了路西法 一搞路西法 全身以黑色为主 但身上布满了不规则的银色花纹 同时后背有上下两对翅膀 且胸口有像奈克瑟斯一样的能量核心 除此以外 一搞路西法头部 也在之前的基础上做了调整 不仅脸被设计的趋黑 眼睛和水晶灯也被改成了蓝色 而这一搞路西法的身体造型 其实就是从之前梅菲斯特的设计稿改过来的 接着玩山号又在A稿的基础上 设计出了黑暗路西法的B稿 相比较A稿 B稿不仅更改了银色花纹的形状 而且还在全身加上了红色的装饰条 胸口的计时器也做了重新设计 除此以外 B稿头部的水晶灯被改成了彩色 且头脚上也被加上了一圈红色条纹 随后玩山号又在B稿的基础上 设计出了路西法C稿 虽然C稿保留了全身大部分的红色条 但肤色却改成了深灰加浅灰 同时又去掉了骇人的银色花纹 不仅如此 面部也被改成了白色 整体看上去少了点邪恶感 而玩山号的路西法设计 到这里也就直播 至于为什么玩山号没有再继续设计路西法 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但个人觉得 这版路西法如果做出皮套的话 应该会很帅 迄今为止 有则安试版的黑暗路西法 就只有这一张定稿 从设计稿来看 黑暗路西法全身以黑色为主 外身布满了红色写条 且四肢看起来非常锋利 个人猜测 后来贝利亚的配色和利爪 后腾正行很有可能就是参考的路西法 而这一版路西法最大的特点 就是脖子处的两位黑暗奥面具 左边是福士德 右边是梅菲斯特 而这个设计理念 其实是编曲长古穿规衣的建议 除此以外 这搞后背也有一对像触手一样的翅膀 总之有则安试版的黑暗路西法 看起来比玩山浩浩版的更加凶狠和可怕 而有则安试还给黑暗路西法设计出了宇宙船 不过最后因为奈克瑟斯剧情被删改 这个飞船后来用在了戴拿剧场版星光战士里 但有则安试设计的黑暗路西法 却是远古最终确定的版本 虽然最终没有在证据中出现魔 但黑暗路西法 不仅在奈克瑟斯附赠的续集小说中登过场 而且后来在拍摄奥特曼传奇时 远古还打算让黑暗路西法作为最终BOSS登场 在飞岸中 黑暗路西法以强大的力量杀死了奥特之王 而奥特之王的死也破坏了宇宙平衡 并造成了时空扭曲 最后在无限梦比优斯 赛加和雷杰多的合力下 才最终将黑暗路西法打败 不过后来由于当年受到日本311大地震的影响 这个企划最终被废弃 并重新设计了海帕杰顿作为最终BOSS 但黑暗路西法实力强大 却是一开始就被定下来的 最后你们喜欢玩山号设计的黑暗路西法 还是喜欢有泽安师设计的黑暗路西法呢 左飞绝对是奥特曼中最惨的一个 因为他不仅被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养父 甚至作为奥特兄弟中的老大 没有自己的TV据不说 还频频战败遭人嘲笑 更离谱的是 近些年来左飞一直被人调侃是那位大人 但其实左飞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们先来了解下 左飞师父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在漫画的设定中 左飞在宇宙大战中失去了父母 随后武力安奥特曼就收养了孤苦伶仃的小左飞 而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宇宙大战 武力安决定将自己的绝学M87射线传授给左飞 为了帮助左飞快速吸得M87射线 武力安不仅使用极为严格的方式训练左飞 甚至还将左飞关在铁笼子里用加特林疯狂扫射 可以说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不过武力安之所以这么急功近利 是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但至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在训练左飞一段时间之后 武力安决定带着左飞去对付波利斯星人 而在和波利斯对战的过程中 武力安抓住了波利斯王 并让左飞连同自己一起将波利斯王干掉 可面对这种情况 左飞自然下不去手 随后武力安就开始给左飞洗脑 他表示你要成为最强的战士 以后宇宙的和平就全靠你了 于是最后左飞对着波利斯王发出了M87射线 同时也将养父武力安射杀 此战过后 虽然左飞习得了M87射线 但也背上了师父的骂女 所以M87射线也被称为是师父光线 但其实这只是漫画中的设定 虽然左飞没有自己的TV剧 想要更多的了解左飞只能通过漫画和舞台剧 但是漫画毕竟只能作为参考 而且在这部漫画中 年幼的左飞胸口就已经有新智徽章了 显然这就不符合光之国的世界观 所以说左飞师父确实有点冤枉他 就算这部漫画可以作为正史来看 那也是武力安要求左飞发射的光线 并不是左飞主动攻击 所以不该让左飞背上师父的罪名 那左飞是那位大人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最早出自初代最后一集 当时左飞来地球接初代的时候 由于翻译问题 不将左飞翻译成了沙弗林 宇宙超人 睁开眼睛 我是沙弗林 但一开始也没人纠结这个问题 可到了杰克最后一集的时候 百特星人又对香秀树说了这么一句话 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消灭奥特曼的计划是左飞定的 我们一定要杀死奥特曼和他的兄弟们 其实这也是翻译错误 原台词是超级杀戮计划是除掉左飞和赛罗 但由于这个翻译错误 在联想到第一次左飞自我介绍时 将自己说成是沙弗林 所以那位大人的帽子 从此就稳稳地扣在了左飞的头上 不过看过日语原版的都知道这是翻译错误 所以最早大家也就当是开开玩笑 可随着一张图片的流出 更多人开始相信其实左飞就是那位大人 因为这张图片上清楚地显然 宇宙人左飞身高两米 体重50公斤来自宇宙 可以操控宇宙恐龙杰盾使其暴墓 头脑聪明惧怕手枪 不过单凭这一张图 还不能说明左飞就是操纵杰盾的幕后黑手 因为这里描述的左飞身高只有两米 可接下来的一张图 就让左飞的身份有点说不清楚了 因为这张图上有一句话是 左飞不仅可以控制杰盾还能变成奥特曼的样子 按照这个描述 左飞不就是彻头彻尾的那位大人吗 但其实宇宙人左飞操控杰盾的这种描述 最早是记录在大半昌思的漫画怪兽图件中 而大半昌思就是那个画怪兽解剖图的怪兽博士 也正因为大半昌思自作主张 给奥特曼和怪兽化解剖图 导致后来大半昌思还被远古拉黑过 所以左飞是操控杰盾的宇宙人这个设定 只是大半昌思自己挠不出来的 官方从来没有这样设定的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今年刚上映的电影《新奥特曼》中 左飞来到地球时 带来了他的天体最终压制武器截盾 并准备肃清地球 而这个设定又再次把左飞推向了那位大人 其实《新奥特曼》的导演安野秀明 就是根据之前那本杂志的设定 所构思出来的这个概念 连新左飞的头冠都是采用了这个图片的黑色 这一点维基百科也给出了解释 但同时维基百科又声明了一点 当年那个宇宙人左飞用的是片假名 并不是官方指定的左飞 除了师父和那位大人以外 左飞还被很多人诟病战力太弱 因为作为奥特兄弟中的大哥 左飞大部分救场都是战败的 比如左飞在TV剧中第一次实战救援 是在艾斯TV剧第五季中 然而在这一集里 左飞虽然救出了艾斯 但在对战阿里彭塔和基隆人的时候 左飞上来就来了个假摔 还有在泰罗第十八集 左飞在对战火山怪鸟巴顿的时候 不仅没能打败巴顿 反而还被烧成了盐头对折 最后又被巴顿活活打死 这集也让很多人觉得 左飞把实力若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此以外 在雷欧TV剧三十八集中 左飞面对巴巴尔星人的奥特钥匙 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慌感 让人觉得左飞很怂 不仅如此 在贝利亚攻打光之国的时候 左飞的表现也差强人意 以至于在后来的银河格斗二中 左飞又再次被贝利亚嘲讽 而且左飞的单八七射险 虽然设定上是可以射爆 一个小行星的强力光线 但实战几乎没有什么惊人表现 而这一系列的种种 都仿佛在暗示左飞很弱 但左飞实力真的很弱吗 其实左飞在设定上 就是奥特兄弟中 实力比较强的一位 且胸口的星之徽章 也都是过往战绩的体现 之所以有些时候 左飞表现得不强 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艾斯第五集里 左飞这个摔倒明显 就是皮套演员狡猾了 因为鸡龙人顺势就倒了下去 而泰罗十八级对战火山怪鸟时 一开始左飞就没能放开打 因为大家注意看 火山怪鸟旁边就是医院 而当时医院里的五四等人 还没从医院撤离 所以左飞只能选择保守战斗 还有在雷欧中面对奥特 要是慌乱的表现 是因为左飞很清楚 奥特要是发射出的威力 是可以击碎恶魔之星的 万一阿斯特拉扣动扳机 地球可能会毁于一旦 所以左飞并不是实力弱 而是左飞作为宇宙警备队的队长 他需要顾虑很多人想不到的问题 加上左飞没有自己TV剧 在别人的主场如果战力太强 又会抢了主角的风头 所以左飞才是奥特曼中最惨的一个 你说他强吧 因为种种原因表现一般 你说他不强吧 设定上又很强 你说他是那位大人吧 官方从来没有说过 你说他不是那位大人吧 新奥特曼他又带来了截盾 所以左飞真的太难了 你们喜欢左飞吗